江南过去有个说法 叫无灰不成点 当铺的头柜嘲讽 则被称为灰老大 在江南人的发音中 老大与骆驼同音 灰出商人故耳 也就有了灰骆驼的绰号 他们身上那种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 已被称为灰骆驼精神 晚年的胡适 在给台湾出版的 继续限制题词时 极富乡土情怀地写下了 努力做灰骆驼几个大字 的确意味深长 这是一份 灰州商业合同的原件 公元1611年 灰州府奇门县人 郑元佑党五人 合伙范园木材 不料遭遇风潮 木材飘散 离之十分 合同就是根据 每人入股的多少 界定了相应的赔偿数额 口说无凭 立自为惧 灰州商人之间的合作 大多建立在这种契约和理性的基础之上 迄今发现的几十万件灰州文书中 商业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种强烈的契约意识 长子接着道 晖气少 次子最后说 不得打官司 三人说完后 还写了副长条 挂与中堂之上 彼取吉利 不料第二天一早 女婿上门拜年 一见长条 尽随口分作上五下六的两句 大声念叨 今年好晦气 少不得打官司 不打官司 虽然是触眉头的笑话 却真实地反映出 灰州人见颂的特色 有这么多的契约 就会引发很多的纠纷 那么有这么多的纠纷 同时 大家又需要定义更多的契约 这其实是问题的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毛和盾之间 实际上是一直处在 一种动态的平衡之间 这或许 正是灰州有别于 其他区域社会的 一个重要特色 而这一特色 也使得黄山脚下的 这一方水土 成为闻名下的 商骨之乡 成为灰州 嘲凤的温床 灰州商人多从学徒做起 以小本起家 这样的经历 使得他们即便在发迹以后 依然能节俭成性 湖灌三 清代灰州府一线西地的 锁开店铺 遍及江西鄱阳 景德镇 九江和安徽修宁党地 每次前去江西 胡适只带一把雨伞 和一个布搭链 搭链一头放钱两百万 一头装锅巴一包 中途在茶艇歇息时 他就出钱一文 买来开水 就着锅巴 充饥皆可 他老也无需去客栈投诉 因为沿途都有他家的店铺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延武 曾提及一些赶考的辉州人 即使家资巨万 乌马短挂 赤脚登草鞋的打扮 千里跋涉赶赴金城 以一伞自协 而令鱼马之沸 外人听上去大概会大跌眼镜 辉州人却甘之义 辉州世子如此 生意场上的辉商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起 不慌不忙 三日到渔航 三日到渔航 鸭旦 未漏黄 生存的巨大压力 磨砺出辉州人 吃苦耐劳 结衣缩食的平行 也让辉州商人早已了然 既然寄命于商 就只能全力以赴 义无反顾 为了经商 为了充足资本 许多人是变卖家常 或者是借贷于四方 因此 他在资本的早期原始积累阶段 已经扩大再生产时期 灰州人只有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 才能使自己的经商 得以进行消失 新安江 灰州商人 飘扬过海的起点 新安江畔 这个名叫方康的小村 是明清灰州茶叶世家 江世家族的发祥地 江家至少七代 经营茶叶贸易 最早可追溯到明代 但前几代都是小打小闹 一直没有多少起色 直到清道光年间 江有科南下飘广东 家族生意 才做得风生水起 公元1846年 江家浩银8500多元 收购了三万多斤茶叶 加工程香茶后 由儿子江文转 负责押运到广州 全城1500多公里 途经550多个村镇关卡 历时近两个月 才能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条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 充满风险的崎岖上路 江有科运了三万年 茶叶到了广州 如果按照当时的 平均价格销售的话 它可以获得1500块银元 相当于1000多两银子 后世学者对明清大宗商品的价格 做过系统研究 发现商人通过长途贩运而获利的奥秘 以苏浙与湖广地区 两价为例 两地最大差价都在50%左右 有时近高达百分之半 棉布的差价就更大 最高获利可达五倍 这是惠州商人汪元长 谢卢一合作经商的一份协议 汪谢两家原先在汉口 各自开有筹布店 后来谢家专门派人 坐庄苏州 质买筹布等货 运至汉口发卖后 两家又从汉口购买粮食等货物 运往苏州销售 无储之间的贸易 就这样形成了